那么更常用这种方式 也是我们现在非常乐意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一一剂 脑电描迹术 那么我们知道 神经元是一个小小的电场 当神经元活动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电场 会通过某种方式传达到颅骨表面 而在颅骨表面 我们可以用过特定的电极 记录这些神经元的活动 通过记录仪记录到的 大脑的哪些位置的神经元的活动比较强烈 以及它们的活动时序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反过来来反推 在特定的认知加工过程当中 大脑不同区域所参与的程度 那么我们知道 大脑内部的这些神经元 在放电的时候 它们会产生电偶机子 神经元通常是垂直于皮层表面排列的 垂直于皮层表面排列的这些神经元 神经元内部的电活动 会在包外产生一个电场 产生一个电场 这个电场会传达到颅骨表面 被一个电极所接受 这个电极接受到这些信号以后 把它放大 然后产生了我们所记录到的脑电信号 每个活动的神经元 都会产生微小的电场 而平行排列的神经元的同步发放的总和 它所产生的颅机子 电颅机子 可以在颅骨的表面被记录到 我们记录到的是同步发放的神经元 它们所产生的电整的总和 对吧 但是这种电场 它的强度会迅速的消减 会迅速的消减 大脑深处的神经元 它的电活动 基本上很难传达到颅骨表面 因此我们在颅骨表面所记录到的 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 皮层神经元的电活动 皮层神经元的电活动 如果你做过ERP的实验 或者做过这个EG的实验 你会知道 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通过某种刺激 来产生诱发电位 对吧 你所产生的诱发电位 通常是来自于大脑皮层的 或者说包括你的枕区 额叶 捏叶 这些部位的电活动 如果你想记录到 脑干的电活动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太深层 太深层 它所产生的电活动 不可能记录到颅骨表面 而且即便是在 颅骨表面 你能够记录到 来自于大脑深处的 电活动的信号 那么你也很难把它 跟大脑皮层的 电活动的信号 分离出来 那么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EG所面临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reverse problem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如果我给你一个 确定的电场 比如说大脑内部 这有一个电偶极子 这个就是电 电场的发放的源头 那么你能够 非常容易地计算出来 这个电场 在颅骨表面的分布 这没有问题的 很容易 对吧 但是如果我 已知电场 在颅骨表面的分布 去反推大脑内部 在哪个位置的偶极子 产生了这个电场 这是无解的 对不对 这是无解的 因为 你不能够假设 只有一个偶极子 产生这个电场 如果有一个 那是没有问题 只有一个 你能够反解这个方程 但是如果有两个 或三个 或多个 在不同位置的 不同强度的大小 不同朝向的 对吧 它的总和 也会产生这样的电场 也就是说 这样一个外部 所观察到的电场分布 能够反推出来 无数个解 它的解是不为一的 因此 如果你通过 在大脑鲁骨表面 所记录到的电场的模式 去反推大脑内部 哪些位置出现了 什么样的活动 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数学生的 还有这个 包括生理学生的技术 能够帮助我们 去反过来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依然很难 非常完美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依然是要 在非常强烈的 前提假设的基础上 去假设有几个偶极子 它的朝向分别是什么样子 然后才能够 给这个方程一个解 没有意思吧 这是 其实一一级 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它是定位的问题 一一级测量是大脑的节律 大脑的神经元活动的节律 而不同的神经元活动的节律 通常会对应着不同的状态 阿尔法波 我们通常能够在 大脑的后部观察到 你在你放松的状态下 阿尔法波 对吧 然后β波呢 主要是在大脑前额叶 当你兴奋的时候 在前面会观察到 θ波是慢波 正常清醒的成人很少见 但是在13岁以前的儿童 或者成人的睡眠状态下 都非常常见 而data波更慢 更慢 并且它通常有比较高的扶植 这个data波呢 通常只会在一岁以前的儿童 最常见 那么你可以发现 一级所发现的大脑内部的 这些神经电活动当中 低频波通常代表着 强烈的同步化激活 它反映了神经元的同步放电 对吧 当你睡觉的时候 当你昏迷的时候 那种神经元的同步化 非常非常的强 因此它的幅度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频率很低 而高频波通常对应着这种 当你清醒的时候的活动状态 它是一种去同步化的激活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它的幅度比较小 为什么它的频率比较快 是因为有无数非同步放电的神经元 它们叠加在一起 产生了你所观察到的 这些外部的行为的活动 那么ERP呢 是EEG的其中一个研究方法 事件相关电位 我们通常可能有些人 会把ERP和EEG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是因为在心理学研究当中 尽管我们更常用的一种技术 是ERP的技术 但事实上ERP技术 只是EEG技术的其中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是相位所定的分析方法 我们把所有的相同刺激的起始 就零点归一 然后呢 把由这个刺激所诱发的 诱发的电位信号叠加在一起 那么当叠加进来的刺激越来越多 由这个刺激所引发的特定的脑电模式 就会越来越明显 而跟这个刺激无关的 其他的脑电活动就会被 cancel掉 就会被叠加掉 因此最终剩下的 就是跟我们这个刺激特定相关的脑电的成分 这叫ERP事件相关电位 对吧 我们各承认的是事件相关电位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EG呢 有一些坏处 就是它的空间定位非常非常的差 我们曾经说过 有个逆问题 这个逆问题它是无法解决的 但是呢 它的时间分辨率非常非常的好 时间分辨率非常非常好 因为电传导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么另外一种技术呢 就是磁 脑磁 我们知道电磁交变 对吧 我们既然能够记录到脑电的活动 一定可以记录到脑磁的活动 这是脑磁图 脑磁图 M1G 一个最大的坏处 就是它很贵 我们学校这个磁工程中心 就是教材学和营业磁工程中心 可能要买台M1G 因为现在买了两台工程磁工程 那么M1G这个东西 它能相对于E1G来说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首先 你如果做过ERP 或者做过E1G 你会知道 你要首先洗头 对吧 洗完头还要在你脑子上靠个帽子 靠个帽子 然后你还会顾着一些东西 然后呢 有些不心疼背试的主师 还会拿针在你脑子上拨来拨去 对吧 你们现在的主师 我跟你说 已经非常非常的nice了 我们当年做E1G的时候 做ERP的时候 我们才不管你 你们是很粗暴的 我们买了一个那种 棕刷子 特别硬的针 这种刷子 从你的前额开始 往后哗捋一下 使劲压着捋 然后捋着你疼得不得了 然后捋两遍以后 你的头皮上的 所有的头皮 都会被掀起来 就是那种 本来也要掉的 没事 只不过我们事先让它给掀起来 这样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非常大的好处 你把电机放进去以后 你那个导电弧 能够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跟你的头皮疾出在一起 然后呢 信号不容易损伤 不容易损失 非常非常好 你现在你看 给你拿这个 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给你拿 很温柔的给你 打掉导电弧 然后呢 还不敢拿针给你拨 我们当时如果是说 哪个电机不黑 或者哪个电机信号不好 拿一个针头 就那种打针的针头 不是平的 是尖的那种针头 开始挑 把你头皮挑 挑开 然后再把它打进去 当然那个信号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很痛苦 而且花很长的时间 对吧 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现在你们去做的 ERP的实验 通常大家都用64导 或者是32导 一般的很少 用更多的导数 我们当时都做128导 整个脑袋上128个电机 我们要 所以说你要原谅 为什么呢 因为128时间太长了 你晚上两个小时 弄完了以后 就不用做实验了 对吧 背试都烦了 所以说我们很快 我们是两个人配合 25分钟 128导 所以说 比较粗暴一点 但是呢 M1G有个好处 它不用这些东西 但是它又不会损失 时间和空间 分辨率 因为我们知道 磁场 不需要物理介质 对吧 它需要空间就可以 因此 帽子实际上 是在你的脑袋周围的 你脑袋上 不用带任何的 贴着你的脑袋的帽子 也不用打任何导电糊 你所要做的 只不过钻在这儿 把脑袋搁进去 然后就可以 它会记录 你脑外的磁场活动 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最大的一个好处 对吧 另外 它的空间分辨率 要比EG要更好 当然它的要求也很高 那么EG和M1G测量的东西 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尽管都是电活动 尽管都是电活动 对吧 我们知道 EG直接测量的是 神经元的电活动 而M1G测量的是 电活动所产生的磁场变化 但是 EG测量的是 EG测量的是 包外电场 就是 电活动所产生的 包外电场 而M1G测量的是 包内电场所产生的磁场 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是呢 它反应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反应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另外一种技术 正电子发射 断层扫描术 这个东西是 直接记录 血流量的变化 我们知道 大脑活动 一定要需要 大量的血液 当在某种 任务的情况下 如果大脑的某个部位 它的活动增强 那么这个部位的血流量 就会显著的增加 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PET 就是利用 在你的血流里边 在你的血管里边 注射一种 仪器能够检测到的 放射性同位素的物质 来测量 血流量 在不同区域的增加程度 从而确定 当你在做某个任务的时候 究竟大脑的哪个区域 更加活动 对吧 那么这个技术 其实是 在最早的时候 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最早的关于大脑的观察 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技术 它能够非常好的告诉我们 当你在做某个任务的时候 大脑哪些区域的血流量 在显著的增加 它的原理很简单 它的原理很简单 通常是给你注射一种 还有某种放射性同位素的物质以后 这个东西会随着血液 流遍你的全身 当然也会流到你的大脑 当你在做某个任务的时候 大脑的某个特定的区域活动 它需要更多的血流 来给它输送氧气和葡萄糖 对吧 因此这个地方血流会更多 血流更多的地方 那么这个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 就会更多 而有一种仪器 可以再补 可以捕捉这种放射性同位素 它怎么捕捉呢 就是当放射性同位素 什么叫放射性同位素 它是不停地释放正电子的 对吧 放射性同位素 就是有放射性 在正常状况下 它是在不停地释放正电子 而当正电子碰到负电子 就正常的负电子 我们作为充斥的负电子 正电子碰到负电子的时候 它们会淹没 它和结合的一起会淹没 而淹没的正负电子 会释放出两个光子 两个光子是相反方向的 两个正电子 负电子一碰在一起 淹没 形成了两个相反方向的光子 同时出现两个光子 相反方向 那么这个东西 就能够捕捉到 两个相反方向的光子 它有标记的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正电子碰到负电子 淹没了 发生了一个光子 发生了一个光子 这两个地方 接受到这两个光子以后 它能够根据 它所接受到这个光子的 时间差 计算出来 这个光子最初 源于什么位置 也就是放射性同位素 所在的位置 对吧 这个其实很简单 整个大脑一圈 围绕着一圈 探测器 这个探测器反过来 能够捕 能够计算出来 这两个光子 它能够捕获这两个光子 并且反过来计算出来 它们的来源 那么这个是用PAT成像 做得到的图像 你会发现 红色的部分 代表比较活跃的部分 代表放射性同位素 浓度比较高的地方 代表血量比较高的地方 对吧 大多数用PAT做的认知实验 通常是给被试的血管里边 去注射一种 含有放射性氧的 同位素的水 那么通常 谢谢啊 它的分辨率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这个大概是十毫米级吧 十毫米级的一个空间分辨率 而且它是直接测量的CBF Cerebellum Blood Flow 就是大脑的血液流量 它的时间分辨率非常非常的差 非常非常的差 另外还有一点 当你 比如说一个被试进去做这个实验 你首先要给它注射这个东西 对吧 注射了以后 它再进去 做完了以后 你想 你发现你的数据不对 你还是再做一遍 你不能马上把它进去 你要再等 等多长时间呢 等到它体内的放射性同位素 半摔期以后 整个没了 你知道吗 就不可能再影响 然后你再给它注射 再把它放进去 所以说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需要很长的时间 很有意思 当然相对于这个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对常用的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工具 就是功能磁共振成像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工具 那么磁共振成像呢 它同样是测量 功能磁共振成像 它同样是测量了血流量的变化 不同之处 它是间接的测量血流量的变化 而且它不需要注射任何介质 或者不需要注射任何放射性同位素 磁共振成像 它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量子物理的原理 就是用磁共振的原理来测量大脑 大脑随时间变化的活动 对吧 它的扫描过程也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你就不多说 它跟CT也差不多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CT差不多 就是普通的磁共振成像 在某种程度上跟CT是差不多的 都是对大脑进行成像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我们为什么把人扔到这个 看起来很怪异的机器里边 就能够在他大脑 把他大脑内部的结构 照出一幅照片来 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怎么来成像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照出一幅照片呢 最常见的光学成像 最常见的光球成像 比如说 我们之所以能够用相机捕捉到一个外界的影像 是因为这个相机本身 能够接收到来自于这个物体所反射的外界光线 并且在底片上进行化学反应 对吧 而成像 而产生这个相片的像的对比度 来自于不同部分的反射率 一个物体 不同的区域 它的反射率不一样 因此我接受到的反射的光强也不一样 那么光强的差别 产生了边界 也就是轮廓 也就是对比 对吧 成像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必须要有对比 没有对比 就不可能有像 因为没有对比 就没有轮廓 是吧 这是光学的成像 那么如果x光成像 x光我们这里也可以成像 但是x光成像 跟普通的光学成像 它的差别在于 x光成像 是x射线 透过物体 在底片上进行化学反应 而产生影像 像的对比来自于 不同组织的透射率 这个反射率没有关系了 不同组织吸收 不同强度的x光 因此透过的x光 就会有差别 那么这种不同组织 所透射的x光的差别 在底片上形成了像的对比 这个是x射线成像 那么功能 或者磁共振成像 那么磁共振成像 就非常非常复杂 跟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它的要点是 一个物体 首先把它放到一个强磁场里边 首先使得你整个人体 被这个磁场磁化 说起来很恐怖 其实就这个意思 待会再来讲 然后在你磁化的同时 给你一个外部的射频脉冲 就是一个不同频率的脉冲 这种脉冲会激发 你的体内的这些分子 而产生电磁信号 这个电磁信号 被线圈接受后成像 那么你成像的对比度 来自于不同组织 自身的特征 也就是说不同组织 所产生的电磁号的 不同的特征 磁工程要成像 也必须要有对比 要有对比 必须要有轮廓 对吧 必须要有组织这些边界 那么怎么来区分组织的边界 我们要依据组织本身的特性 它们特性的差别 而磁工程成像 则是依据 不同组织的 它电磁信号特性的差别 来成像 听起来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学过量子力学 是吧 量子机制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组成这个世界的 基本粒子当中 每一个基本粒子 都有一个特定的属性 那就是自旋 是吧 任何一个基本粒子 都不是静止的 它都在自己绕一个轴旋转 这叫自旋 那么带电粒子的自旋 会产生磁场 对吧 带电粒子自旋 会产生磁场 产生某种特定的磁向量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高中学过吧 这个磁向量 是吧 那么 什么叫磁共振呢 磁共振是我们应用的 这种技术的方法的统称 我们知道带电粒子 绕轴自旋 产生磁场 产生磁场 使得我们体内产生 一个一个一个小小的磁场 而这些小小的磁场 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带电粒子 它的旋转的 它的旋转的方向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随机的 对吧 在正常状态下 这假设是我们体内的那些粒子 我们首先来说一点 就是这是氢的原子核 氢核 氢核很简单 就一个质子 对吧 而且氢核在人体内是最多的 为什么 我们水最多呀 对吧 我们水最多 氢核在人体最多的 因此磁共振成像 通常是对氢核进行测量 对人体内部最多的 这个东西进行测量 那么假设氢核 在旋转的时候 各个方向都有 各个方向都有 因此它所产生的磁场向量 也会朝向 若干不同的方向 因此所有的 这些粒子的 磁场的总和 为零 对吧 它的净磁场向量为零 随机的 OK 如果 把这个东西 放到一个 特定方向的 强磁场的环境当中 因为这个磁场本身 会导致 所有原本 往各个方向旋转的 这些氢核 沿着这个磁场排列 一部分顺磁场方向 一部分逆磁场方向 如果顺磁场方向排列的粒子 和逆磁场方向排列的粒子 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净磁场向量 依然为零 但是问题是 当你放上一个 强磁场的时候 最终会导致 那些顺着磁场方向 排列的粒子的树目 要稍微 多于 那些逆着磁场方向 排列的树目 排列的粒子 并且 你外部场墙 这个B0 外部场墙越大 那么 它顺着这个磁场的 净磁场向量 就会越大 那么为什么 如果 我给它一个磁场 把所有的磁铁 都放在这儿 是吧 你可以想想 有的顺磁场 有的逆磁场 大家会觉得 大家不都是顺磁场吗 不是 这是两种能级方向 对不对 顺磁场方向 它是一个低能级状态 因为它顺着磁场 而逆磁场方向 它是高能级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下 这个粒子 必须要有能量 去抗拒外部的磁场 从而开始 它逆着 这个磁场的方向 外部场墙越大 粒子 逆磁场排列 所需要的能量 就会越大 因此 顺的 比逆的 总是要多 大家都会 大家都是这样子 容易干的事 总是有很多人去干 不容易干的事 总是 很少人 同样的 粒子也是这个样子 粒子也是这个样子 OK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粒子除了自旋之外 它刚开始只是自旋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 一个外部磁场当中 外部磁场当中 在这个外部磁场的作用下 首先 一部分粒子 顺磁场方向排列 一部分粒子 逆磁场方向排列 同时 无论是顺 还是逆的粒子 它们都会在这个 外部磁场的影响下 产生另外一种状态 叫做 进洞 它在绕轴自旋的同时 它会绕着磁场 这条轴旋转 就像陀螺一样 就像陀螺一样 你知道 你打陀螺 小时候玩陀螺 如果它是直着的 如果它是垂直于地面的 它会很稳定 对吧 如果是它稍微有个角度 你会发现 它在自身旋转的同时 还会这么转 就绕着重力方向转 这叫进洞 因为这个粒子 在自旋的时候 它除了 净磁场向量 会指向磁场的方向之外 它会沿着这个磁场 绕着这个磁场轴 做进洞 做旋转 OK 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方程 那么MR的原理 其实就是这个拉马尔方程 就这一个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 你不用管它 为什么这样子 这个方程 就是如果一个粒子的 进洞频率 它等于 这个粒子的磁化率 也就是它的悬磁比 这是个常数 乘上外部的磁场长度 这很简单 这个公式很简单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粒子 它的转的频率 就应有多少 依赖于这个粒子 本身的一个特性 就是悬磁比 和此时此刻的外部场墙 外部场墙 对于氢核来说 它的λ是42.6MHz 每特斯拉 这个是一个常数 因此在1T下 那么这个Omega0 它的进洞频率 就是42.6 在1.5T的场墙下 外部场墙 1.5特斯拉的场墙下 那么它就是64 在3特斯拉的场墙下 就是128MHz 这是个固定的值 这是个固定的值 就是这个 玄磁比 是个固定的值 对于氢核来说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是氢核的粒子特性 对吧 那么这个方程 就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OK 这就是MR的基本的原理 拉玛尔方程描述的 就是特定的外部磁场强度下 粒子的进动频率 好 现在我们干的是什么事 把一个人 放到一个外部场墙当中 然后这个外部磁场 导致了两件事情的发生 第一个 磁场 粒子顺磁场 或粒磁场方向排列 总共顺比例 稍微大一点 因此净磁场向量 是沿着磁场方向 第二个 所有的粒子 都会绕着这个磁场方向 绕着做进动 所以是场墙的大小的变化 进动的频率 也会再变化 OK 那么现在 我们要做的是 沿着这个 你刚才这个外部场墙的 正交方向 就垂直的方向 给它施加一个 跟清河的拉马尔频率 相同频率的 短时射频脉冲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个外部脉冲的频率 跟你 清河在这个场墙下的 进动频率 是一样的 这叫共振 什么叫共振 频率一样 对不对 频率一样不就是共振吗 如果我们测量是清河 而清河是有这样的 进动频率 然后我用 跟进动频率 完全一样频率的 外部场墙 外部脉冲 对它进行刺激 因此 会发生几件事情 第一 因为你有外部的能量补充 所以说 清河会从 这个你外部施加的 RF脉冲当中 获得能量 产生共振 产生共振 因此 它获得了能量 就会使得那些 本来费着很大劲 本来不费劲的 顺磁场方向排列的一些粒子 能够有力量 逆磁场方向排列了 没有意思吧 它有能量了 它就会 就像跟你说 给你打点鸡血 不是 你现在昏昏欲睡 是吧 现在给你告你说 我跟吴老师说一说 给你们每个人的成绩踢十分 你看你很兴奋 是吧 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 给你点能量 然后呢 它就能够 去干那些原来不愿意干的事情 因此那些顺磁场排列 排列方向的这个粒子 有一部分 因为获得能量 会越迁到高能级 由低能级越迁到高能级 那么 如果由低能级 越迁到高能级 就会导致 原本 沿磁场方向的 那个净磁场向量 变小 就是纵向磁化 就是垂直 就是顺着这个磁场方向的 这个叫纵向 这叫横向 就会使得纵向磁化率变小 对吧 纵向磁化率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顺和逆的粒子的总和 原来顺的比逆的多 现在逆的跟顺的差不多了 因此它的纵向磁化率会减少 那么第二件事 就是因为你施加的是 是跟轻和的拉马尔频率 轻和的进动频率 同频率的阿尔夫脉冲 因此在同频率的阿尔夫脉冲的作用下 所有的轻和粒子的进动变得同向位 什么意思 比如说刚开始 虽然它是绕轴旋转 但是一堆陀螺在地上 你可以想想 陀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陀螺都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 因为它是非同 就是一向一步旋转 对吧 但是你一直用同样的频率去刺激它 然后在这个同样的频率的情况下 会导致所有的这个轻和粒子 会同向位进动 同向位进动的意思就是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任何一个轻和粒子 它的磁场向量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叫同向位 就是大家一块干 一块那么转 你转到哪 我也转到哪 在施加这个RF卖冲之前 大家都是各干各的 各转各的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只向任何一个方向都有 因此在平面上的磁场的分量 在没有施加RF射频卖冲之前 为零 任何方向都有 对吧 因此在平面上的为零 在纵向的 在纵向的是顺和逆的这个差别 而在横向上是为零 因为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去测量的时候 指向哪个方向的这个 这个 清核都有 对不对 但是一旦同向位进动了 那么你去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测量 所有的清核 都指向同一个位置 因此 它在横向平面上的磁场分量 最大 所有的粒子都同向位进动了 导致 所有的粒子 它们在横向平面上的磁分量 最大 对吧 所以说 你把RF射频脉冲 施加了以后 会发生两件事情 第一 纵向磁化量减少 第二 横向磁化量增大 OK 这是第二步了 还有一步 我们现在要把它撤掉 往往把它撤掉 你看看 施加一个同频的 就会发现 它的这个磁场分量 会不停的 就是总磁场分量 是方向变化 是这个样子 OK 下一步 我们把这个RF射频脉冲射掉 撤掉 我们给它 给它的能量 是吧 给它打点机械 撤掉 撤掉以后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 所有的 粒子的 这个状态 都会恢复到 在这个射频脉冲 施加之前的状态 那么 它需要 再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 纵向磁化率会恢复 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恢复 因为 你刚开始给它能量 有一部分 顺磁场方向排列的 变成逆磁场方向排列了 对不对 你现在不给它能量了 它没能量了 它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所以我告诉你 其实吴老师不听我的 我说让它加分 它不会给你加 那么 你现在又 没精力了 是吧 又不爽了 因为没有能量了 你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因此 会导致 顺的又开始比例的多 因此 它的纵向磁化量 会增大 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 纵向磁化增大的 这个过程 对不同的组织来说 是不一样的 这叫T1持育 你不管这个 那个 很费劲的 如果你撤掉这个RF脉冲以后 你会发现 净磁场向量 会以某种指数函数衰减 那么这个指数函数 还有一个时间长数 叫T1 这个时间长数 针对于不同的组织 是不一样的 对于每个组织来说 都是特定的 这个其实就是 结构MR的基础 而T1的时间较长 通常是几十毫秒 到一秒的时间 它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 它的纵向磁化率 会逐渐增大 那么我们所说的T1时间 什么叫一个组织的T1 指的是 当你撤掉RF脉冲以后 纵向磁化率恢复到 最大值的63%的时候 那个时间 就是这个组织的T1时间 这个东西不用记 你大概知道就行了 这是一个指数函数 这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你会发现它的指数函数的形状 是不一样的 OK 那么第二件事情 当你撤掉这个RF脉冲以后 第二件事情是 刚才因为这个同频的RF脉冲 所导致的同向位进动的粒子 一旦失去了这个RF脉冲了 那么它又会变得 各转各的了 它的向位 会逐渐失向位匹配 失向位匹配 原来是同向位进动 现在失向位匹配 我们不用这种专业词语 就是原来本来 所有的陀螺 都是同样的方式在转 任何一个时间点 所有的陀螺 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 对吧 但是现在你把这个脉冲撤掉了 因此原有的陀螺 所有的陀螺 又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 原来的进入状态 也就是说 开始慢慢的 向位开始不匹配了 有人转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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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速度快有慢 对吧 因此 结果就是横向磁化率 慢慢的减小 横向磁化率慢慢的减小 就是它在横向平面上的分量 会慢慢的减小 为什么 随着 随着失向位匹配的粒子 越来越多 那么横向的磁化分量 会越来越小 对不对 这个就因为我撤掉那个东西了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所有的粒子变得 往各个方向进动的都有了 那么这也是一个实验常数 这叫T2 这叫T2 它也是以某种指数函数衰减 并且不同的组织 也具有不同的T2 而所谓的T2指的是 横向磁化量 衰减为最大值的37%的时候 所用的时间 你不管它为什么定义 这么定义 那么这个就是 另外一个指数函数 你会发现 这个是T2衰减的 这个指数函数 两个不同的组织 分别具有两个不同的形状 这个东西就是MR的基础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来成像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找到了两个 能够区分不同组织的特性 而这个特性我们能够检测到 对不对 比如说两个不同的组织 它拥有不同的T1 或拥有不同的T2时间 那么当我们在 比如说横向磁化率 差别最大的时候去测量 或者纵向磁化率 差别最大的时候去测量 两个组织之间的差别 那么就能够得到对比 比如说 我们以T2为例 以T2为例 就是T2衰减 就是横向磁化率的衰减 第一个组织衰减的比较快 第二个组织衰减的比较慢 就因为它有不同的T2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在某一个特定的事情里 去测量横向磁化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衰减的比较慢的组织 它所释放出的电磁信号 就会比较弱 它造成比较强 对吧 但是如果是那个衰减的比较快的 那个组织 在这一刻测量的时刻 它所释放出的电磁信号 就会比较弱 因为它出现的很快 横向磁化率就快没了 这个就是对比 这个就是差别 这个就是边界 那么这是T2成像和T1成像 T1成像和T2成像 你会发现 这是我们常见的结构像 因为T1对结构边缘敏感 所以说我们通常用T1来进行结构像 而T2对并变组织敏感 因此T2加全像 T2 weighted image T2加全像 通常来判断脑部的肿瘤 或者其他的病变组织 这个是医用成像 而这个是结构成像 结构成像 就是说不同的 尤其灰白质 灰白质的边界 它非常敏感 T1 而T2是对这种 那种病变的 这种大脑的外来这些东西 非常敏感 所以说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成像方式 你看品质器的CSF 是吧 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这个Codit伪装盒 也是不一样的 它具有不同的T1值和T2值 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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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样的